眾卿家, 愛家有事宣告 吉時熱度, 等基大典開始 按堂律, 後宮不得觀禮 愛家不是要出席大典 今天來這裡是要告訴大家 新王繼位人選應有變 太皇太后, 原則要推翻先帝的遺詔 是撥亂反正, 先帝英明 當日離流之際 只兇防在神志混亂之時立下詔書 否則絕對不會被光王繼位 也不會被這個痴兒租皇帝 先帝五子, 論心性, 論志謀 任何一個都比這個痴兒更有資格 王子聰柔, 雖選賢得 先帝遺詔, 亦指光王人品貴重 薄口寬人 縱視痴兒一鳴, 亦無哀為王 加上朝中由諸位轟古大臣 任何人輔助國事, 絕對不會有問題 馬大將軍, 你似乎信心十足 事問當今形勢 西北邊誰韜波來犯 連連興兵叩邊 回合又侵擾塞景, 諸蠻作劣 躺欲四方之道 大唐皇帝, 乃是痴兒一國 哀家恐怕亂時即起 是皇太后過濾 韜波徵兵自得數萬 絕非我軍之憂, 回合內兇 可謂未戰先敗 諸蠻更加不成氣候 即使四方同時作亂 我軍亦有精兵二十萬可攻調牌 報防之事, 實無需過濾 萬將軍報防平亂, 滴水不漏 本是國家之福 但何解這次回京述職 竟然調排總兵於京畿 難道萬將軍預知 宮中會有亂事發生 還是亂事禍起, 你才是始作勇者 從來新帝席為必有暗容 萬將軍這麼做, 真是以防萬一 好一句以防萬一 哀家亦以防萬一 調排精兵五萬 但諸蠻成愛 與萬將軍軍類, 可謂其鼓相當 愛的始終那句 先帝為召未能盡善 光王之則所限難成大統 應立先帝的子 紀王李俊為王, 合情合理 紀王年紀尚有 由光王一統大堂, 最合適不過 國務凡眾 光王喜歡昂藏七尺 但憑其十歲孩童的智慧 可以有多合適 何況光王如頓, 無從變改 而先帝五子總有長大成人之日 就算要立先帝五子 亦先依為召立光王 再假以時日, 待五子長成再論 何必多此一舉 試問一個癡而憑什麼去治理國家 有滿朝民沒有輔助 難道就不可以治理國家大事 朝臣治國?如何治?何以治? 黃河發水, 水染千里 懷難天汗, 人皆亦指而食 哪誰作亂, 殺人搶掠, 無日無知 覆水混亂, 私茶凡難 屬先, 屬後, 應該如何處理? 有誰可以告訴哀家 如何力患狂難於不倒? 好 朕可宜 一切先安內而後讓外 天汗水災, 救人如救火 應開蒼陣災, 穩定民心 邊垂凍亂, 全因樹邊將領苛客之故 可派民臣取代武將 用人證招行, 更勝千軍之力 至於盜絕私茶之弊 雖法令先行, 以物方得手 適時自首者, 輕恕 若有為者, 立斬 明主, 知為國也 任於政, 去於邪 忠而能人, 則國得章 忠而能知, 則國證據 忠而能勇, 則國難清 朕以此為國事之本 否則太后是否同意 朕所決所策, 張顯認得 滿殿忠言, 可有異議 皇上英明, 皇上萬帥 法定, 国連信, 慶祭 難職, 華臨 kry 阿國 二天 建ulent 以上 與